下面我很荣幸的邀请到了在新加坡的一位小伙伴Niko 她也是来新加坡读硕士 然后在硕士毕业之后 也拿到了本地公司的一个很不错的offer 下面我就邀请她跟大家分享一下 她的申请硕士 以及在这边求职的一些经验 下面我把时间交给Niko 那你来到新加坡之后 也是有一年多了 读书是一年的硕士 那么你对比一下跟国内新加坡读书有什么不一样 特别是跟国内的大学 你觉得新加坡这边的大学 有什么特别不同的地方 我在国内读的主要是本科 在这边主要是研究生 所以两边差距比较大的 像在国内本科的时候 大家主要是以GPA为主要的重点 所以大家对成绩看的会很重 所以国内的话大家更多的时间会花在专业课 学习以及一些基础课的 包括英语成绩的考试上 然后到新加坡之后 我们的项目是一两年之内可以选择毕业的 然后找工作之前 找到工作之前可以一直选择留在学校 然后不参与答辩 所以给我们一个很长的缓冲期间 另外我们项目本身 大家也是以求职为主 专业课只要过线就可以 而且其实课都是在周六周日 以及工作日的晚上上的 这给大家创造了工作日的时间 可以去实习 或者说做什么自己想做的事情 在这方面上就可以看出 我们的整个项目设计和项目主任 其实是下了一些功夫的 这样的话就是两个导向完全不同的这样一个感觉 此外就是在这边的话 项目主任是会推一些一个是实习 一个是说这样一个校内的一些资源 以及活动这种 也是帮我们去接触这样一个新加坡当地的一些就业机会 来到新加坡读硕士这段时间 就是可能快毕业的时候 肯定会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求职的问题 你当时是想着 就是说我拿到这个国大的文明 是回中国工作 还是说继续留在新加坡 你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因为当时网课的话 也是在晚上和双休日 而且本身你也可以录屏回去看 考试本身也不是特别难 要求也不是特别 所以有大量的时间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 当时主要的实习是在国内 国内有一些金融机构 像我们这个专业是金融工程 就是编程和金融其实是都会的 都会的话 就是两边都可以去找机会 因为包括我来新加坡 其实因为之前也没有本地的实际经历 各方面的准备其实是非常仓促的 包括现在这份工作机会 也是统系的实用师也提供的 在来之前我也不确定 我到底有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 如果是大家一直在本地 寻找工作机会的话 应该这个时候 很早就应该已经确定了 自己的去向和现在的猜到 对我来讲 我是其实之前在国内工作 是因为有家庭问题 有父母问题 还有一些个人比较属性那边的环境 但是这个3月份之后 有些事情它会发生变化 另外它这变化 它到底是不是可控的 以及有些事情 它未来会怎么样 它是一个风险 虽然我们都会想它变好 但是这个风险对我来讲 我做这个投资 我还是想把它对冲掉 所以我就来这边了 所以说我们通过Niko的分享 也可以看到 其实他在国内的时候 也尝试了不同的国内的一些公司 包括一些国内比较大的一些 国有的公司 但是可能也是各种机缘巧克 或者各种阴差阳错 也是最终选择来新加坡 那么我想继续问你 就是说你真正比如去准备 新加坡这边求职的时候 有很多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或者有什么好的一个思路 首先你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就是说大家 比如说像很多同学 一年制的硕士 过来之后 他们认为自己跟本格森 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 但其实在新加坡还真不是 你在国内很多东西是硕士起着 但是我个人觉得是因为人多 但其实很多本格森 他的水平是真的很高的 他们可能觉得硕士不是很重要 他们已经能完成这个东西 他们不太愿意继续读书 他们假设也参与到这个生产生活中去 在新加坡 其实很多本格森的水平是非常高的 他们相对于一年制硕士来讲 可能他们能做的事情是更多的 而且他们有本地的相应的资源 在当地也有相应的实际经历 有相应的语言一个方面的优势 语言的优势 四年的累积 对语言优势 文化优势 以及这样一个亲友关系 这样的话 所以其实中国学生一年制硕士 可能就业上来讲 跟他们相比 可能还是稍微吃点亏 但是这个呢 因人而异了 因人而异 对 而且最近的结尾也是放开了 当然不能看这几个月 但是确实它是有一些 像香港的公司 或者有一些大陆的公司 因为某些原因来到了新加坡 但是这个大趋势 可能跟同学 你个人就是差别 关系不是很大 就是说 就是说 其实你只要摆正在自己的位置 认为 如果我能完成这件事情 不能为公司创造价值 那就没有问题 如果你认为 我是某某的硕士 我是国大的硕士 我在国内 我是读着这个方向的 那我就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工作 那在这边可能是行不通的 那么你是当时怎么去准备这样一个求职的呢 就是怎么去一步步拿到这个offer呢 当时准备求职是非常仓促的 但是我在国内因为有参加过 就是暑期求照以及一些实际活动 所以对我个人来讲还是比较得心用手的 具体来讲的话 因为这个求职 我认为它也是一个比较深的学校 所以我第一时间也是联系了中介 就是咨询一下 大概像我这个情况是适合哪个方向的求职 以及这个方向的求职 有没有实际实际 也给我点一下 整个的 像样的这样一个新加坡的产业格局 以及这个产业里面哪个企业是龙头 像样的该投哪个赛道的哪个公司 这个我的同系的校友 就是同项目的校友帮了我很多 然后我向他们寻求了很多意见 就是我尽可能的去拿了很多信息 拿完信息之后也是投入了很多 对我来讲因为时间紧迫 这个时候就是我真正在 你想那个时候 3月份到我真正重新入境的时候 其实已经很多岗位已经close掉了 对我来讲我可做的选择并不是很多 所以当时我是尝试了各种机会 具体来讲我们这个投递有一个叫reply rate的东西 就是说你投入是多少 然后你真正能给你回复的是多少 然后第一轮免试是多少 第二轮免试是多少 其实reply rate是递减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机制的问题 在国内的话如果你是硕士 那你reply rate可能会高一点 但是你在这边的话因为有本格生 而且你是外国人 公司还要把你申请签证 所以各方面reply rate很低 但是秋迟的话其实你只需要找到一份工作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你尝试足够勤的话 还是会拿到一些机会的 然后在这些机会中如果你把握好这些机会的话 你可以一边就了解本地的这样一个行业的行情 一边就了解本地的这样一个就业力就就业市场的这么一个行情 一边去了解这个你大概适合什么的工作 然后尽可能准备好你每一场面试 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比较好奇 你的这样一个优先级的顺序是什么 我的优先级的顺序吧 整个优先级顺序您可以从这个各方面去找到 大概有30多项 不论商学院还有其他的机会会有讲 像我的话是从30多项里面 就大家选了10项出来 对我个人而言最重要的是你所从事的这样一个 职业方向 然后其次对于就是比如职业方向对我来讲 可能更多的是就是你干的这个岗位是前台还是后台 以及你这个岗位未来是不是有继续发展的潜力 还是说他就是他就是这样一直平均下去了 他就一直这样持续下去了 对我来讲我对这个岗位的要求可能是最高的 然后对我其次是你所在的这样一个市场 因为我们这个金融的话是要看不同的市场的 就是然后再次的话就是你所在的这样一个团队 就是你的团队的氛围是不是和谐 你的老板是不是厉害 对我来讲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个老板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个人就是非常非常酷 他跟你是一个臭味相投的 我看到我看到那个当时的我老板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这个人是比较符合我对老板的要求的 对我会觉得跟他聊得很开心 跟他没有那么多交流成本 然后在国家里面如果在新加坡待下来的话 有一些公众签证上的事情 所以在找公司的时候我会把签证放到第二位 放到第二位 所以就是国家签证以及我们三项 这个是我整个的就业的这样一个方向 然后我比较幸运的是到最后的时候 我找到的工作这五项都满足了 这个是我感觉非常幸运的一件事 就是可能大家比较在意的就是投行 或者说大投行或者说大经纪公司或者本地领先的 对我来讲我可能这个都是放到第一T1级别的 就不在我的T1级别的考虑之内了 我这个是人生观的问题 就有些朋友大家会觉得我是一个硕士 我在国内我可以就是受到别人尊敬 你在这边你是一个硕士 你跟本科一样 可是本科生干的还比你好 所以感觉很难受 这有些同学可能他就接受不了 所以就是这个当然对我来讲我无所谓 我是比较旧视的一个人 这个也是你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这样一个人 然后选择城市这个可能靠着世界观 所以本质上还是你要确定你自己的三观 然后顺着托拉再拍这个优先级的事 对对对对 到目前为止你的工作呀 包括你现在的住房啊 各个方面其实都已经稳定下来了 那你接下来比如说有什么打算 要打算在新加坡长期生活下去吗 还是有其他的一些想法 长期生活下去这个东西 其实这个打算这个东西 我在今年四五月份的时候我就已经 我就已经不想做打算了 因为你做长期打算的时候也就意味着 你看的东西都是你目前能看到的 有很多东西其实你走到那里才发现 原来我可以这样 包括我到新加坡之前我都没有想到过 我在国内我大部分时间在国内上航课 工作精灵都是国内的 我在新加坡长找到工作 来了之后发现好像还真可以 就是很多时候你要去面对一些风险 然后你承担这些风险 然后你发现其实这个好像你咬一咬牙就过来了 所以长期的打算 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做长期打算的能力 你就做好眼前的每一步就可以 我不是很喜欢去做长期打算的一个人 我是未来的话 因为我的校友我的朋友大部分都在上海 所以我是如果说上海见好了 我也是有机会 我也一直想回去 但是有些东西就是你必须要走一步看一步 对我来讲我现在这门工作我很满意 我的工作也是 我目前的工作职能也是能给公司 创造这些价值的一个前台 对我来讲如果我足够努力的话 我是能展现出我那公司的价值的 所以我会觉得这门工作干上就非常舒服 就比较适合我这个能者多得的一个价值观 所以我就会说我先把这门工作干好 然后为公司都在那天 然后我也都拿点提倡 其实这是蛮实际的 也是其实每个人 虽说有时候我们会想的很长远 想的非常高大上 其实最实际的也是你刚才所提到的那些 对就是你对比如说在国内 他现在可能本科将要毕业 这个时候的同学 或者说还有一些可能正在新加坡读硕士 然后对这些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或者鼓励他们现在需要做什么 我不太愿意给人提建议 因为我身上都是教学 就不太是建议 就是做什么的话 我觉得我就说点不要做什么吧 因为当年吃过的很多亏 就是不要做的就是不要太害羞 然后有些事情如果你手边正好没事 你发现这件事情很有趣 你人生没有遇到过 你就一定要去不要去 不要去就是不要去发懒 就是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我觉得你要对你的每个小时 或者每一分钟负责 你会想到他用到这里 他就不会用到别的地方 他就再也回不来了 然后如果 如果你能在专业上经历会当然会更好 当然更多的时候 那还有一点就是你要就 学会与自己妥协吧 就是有的时候你的水平就是 就是这个样子 像我GIAE 其实我之前来到这边 我还是想去申请一个博士 但是GIAE到最后也没有考出来 因为这个确实有点难 所以就只有跟自己妥协 然后去选择适合我的生活方式 好很感谢Niko的分享 其实我们也能够通过Niko的分享中 我们能够感觉到她是一个 很喜欢专业很喜欢探索 然后想实现她的一个目标 或者她前期会做很多的资料 然后会搜集一些做了很充足的准备 如果说自己觉得没有时间 或者没有精力做得更好的话 她也会比如说去找一些专业的机构 去帮她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说我也建议呢 就是说有这方面 比如想来新加坡读硕士 或者说正在读硕士 想要去在新加坡求职的一些朋友呢 一定要提早去做准备 提早去搜集相关的一些信息 或者说是寻求一些比较专业的一些帮助 因为这样的话才能帮助你 而不是说一味的或者说过低的看清自己 或者说过高的一个高估自己 就一定要摆平自己的心态 刚刚Niko有句话我觉得挺好 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对自己妥协 对要看到自己比如说我毕业之后 我非要进一个这个什么投行啊 世界前五百强什么不一定 就是说看自己的 可以自己做一个那个清单做一个列表 看自己现阶段的一个目标是什么 如果说哎 这个这份工作能够符合 那么就先去做了对吧 然后慢慢的再去追求一个更高的 所以说今天我觉得Niko的一个分享啊 包括从前期申请 然后包括后期去求职 接下来包括之后的一个规划 觉得真的很有帮助啊 如果说大家有这方面一个打算的话 可以认真的去好好的去听一下 刚刚Niko所讲的 好在此也非常感谢Niko能够 其实你工作很忙啊 也能抽出来时间啊 和大家一起分享 非常谢谢啊 那我们今天的一个分享呢 大概也到这里 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 包括像硕士啊 包括以后求职啊 一方面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说添加我的微信 如果说大家比较多的话 下次我可能再邀请Niko 我们再做一期可能更有针对性的一些 一个节目 好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啊 如果说大家觉得我视频做的还可以呢 欢迎点赞评论 点击右侧小铃铛 还是那句话 大家的支持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 这里是师生talk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